不管你相不相信 这可能就是你20年后的一顿饭 这个耸人听闻的观点来自于 伊萨尼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一份报告 在报告里面 他们认为虫子当中因为富含优质蛋白 并且繁育的效率比较高 一旦作为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 将会有助于缓解 现在全球粮食短缺的问题 但这件事情在中国也真的靠谱吗 我们决定一路向北 来到祖国的青虫之都 连云港灌云县 看到这些蠕动的 长得像残宝宝一样的绿色虫子了吗 因为它们需要吃大豆叶子才能长大 所以当地人把它们叫做豆丹 也是连云港地区的一道美食 这里的养殖户告诉我们 每年全国豆丹的产量 大概在一万吨左右 绝大部分都来自于连云港的灌云县 这是豆丹养殖大盆 比较这个酥药膜大盆 喜欢吃豆丹嘛 一直喜欢吃 后来灌住这个豆丹已经很久了 发现豆丹价格越来越高 下次通过这个赚钱 还有考虑一个前景 因为这个吃昆虫是个趋势 你看我动它它很不开心 豆丹养殖的就是种豆 它吃豆业 其他里的饲料它不吃 最要有一点用药它就死掉 大盆养殖和豆丹养殖最大区别就是 对豆丹的保护中不一样 露天的话 天上有飞鸟 地下有青蛙帮助狼 最厉害的是蜘蛛 所以蜘蛛在我们农业说是叶虫 但是到我们这来就是叶虫了 它计算一种食物的生产效率 业内有一个概念叫做饲料饼 专门用来衡量生长出一公斤的食物 需要投入的饲料重量 以张老师的农场为例 一亩地一季需要豆业80公斤 能生产出50公斤的豆丹 所以饲料饼就是1.6 即虫子每生长一公斤 需要1.6公斤的饲料补给 作为对比 鸡要长出来一公斤 需要吃2.5公斤的饲料 猪5公斤 而牛需要整整10公斤 好了 那么说了那么多 豆丹到底怎么吃 第一步就是清洁 用清洁把它洗干净 然后就把它淹死 等它一开始加工 把皮去掉 那个皮成等等那边 这边就是肉 这么清洁食用环保居家旅行必备的美食 怎么就没有流行起来呢 这个是豆丹的短 总共有18000粒 每一粒是4毛钱 这一粒也是7600粒 它也是豆丹养殖的最大成本 春季的豆虫大约在500左右 夏季现在这个季节就便宜一点了 现在我们收购价是在85到90左右 从花上豆丹暖到长成成品 就是一个月左右 当然它跟身上温度有关系 温度高的话长得快些 如果温度低的话可能延长时间 运输方面我们收上来就是用那个豆丹箱把它装好了 放入冷库里面 用冷库箱把它拉到市场销售 豆丹的产量大多集中在夏季 因此价格有很强的季节性 同时因为虫卵成本居高不下 运输又很困难 就算你爱吃也不一定能够吃得起 这样子一盘豆丹 就是贵的时候要卖到差不多2000多块钱一盘 如果让我去形容感觉就是下了一场雨 然后青草加一点泥土的那个味道 就那种自然的那种清香味 对对 但更大的阻力其实在于心理障碍 那是不是应该换种思路呢 来上一个外国人 我的名字是Federico 我是一个烹饪 我认为我们在发生鸡蛋糕做的第一次模特样 它其实是含着锅巴 冲刺锅巴 只需要煮鸡 这是鸡蛋糕粉 在锅巴 the percentage of fat that you end up in your final powder is quite crucial to what you're trying to obtain you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in flavor composition the fat molecules are those that carry the flavor cricut for example has a very very low fat content the taste is not very strong silkworm has a very high fat content the flavor is more prominent so the less fat the less flavor so the less fat content 为了让昆虫能被更多人接受 国外现在的主流做法呢 是将虫子生加工变成粉末 再制成面包、薯片、饼干等我们常见的食物 但是目前在中国除了残荣以外 其他的昆虫想要加工变成粉末 很少能够拿到食品许可 one of the interesting feedback is when you place this against the light it feels a little like larva eggs so people are like f**k this looks like clara eggs i'm not gonna eat this but that's rice yeah it's rice insects are going to be part of our future they're not gonna be our only future and I think if we present to consumers that dichotomy of saying hey this is the future especially with insects then we're never gonna reach to a point where people are actually eating insects out of fleshly 坐了16个小时的火车 终于吃上了昂贵的豆丹 没吃之前呢 吃好奇心满满 吃了之后呢 现在回想起来 还有点难以接受 影响昆虫是否能成为主流食物的因素有很多 价格、心理障碍、产量等都有待解决 你吃过虫子吗? 不有这个需求吗? 留言区里告诉我们吧